我們要錄影 這不是課堂錄影嗎? 所以我們要課堂錄影 現在是上課要上修意嗎? 我來幫你唱,沒關係 修意都不用跑星 不用上課就在那邊 自以為 既然講師是反正 我幫你認真講師 修意 因為我講過就在那邊高興 對 是有 好 我可以 仔細聽 你們聽完都要換成問題 每個要提的問題 你沒有提問題問他 就換我提問題問你 OK 我可以講一下孟德爾有個屁 我們常在孟德爾以前 銀修現象還沒有名券的科學主席 是孟德爾的自立主說 OK 反正就在他之前 還沒有那個 遺傳現象還沒有很多個解釋 OK 那孟德爾雖然在生物界 佔有重要的地位 但他其實是一個神父 沒有錯 如果看過他的照片的話 他胸前會掛一個行將 然後孟德爾在1866年提出了 就是碗豆雜膠試驗的結果 雜膠的話 就是雜膠教育 他所試驗的結果 並沒有受到重視 直到1900年有三位 製作重複他的實驗 那個 那個同學 對對對 你要舉手問他 不是問我 所以同學你們在聽的時候有任何問題 就舉手 問他 問台前講話的 不是問底下的同學 不是問我 不要問台前的 我現在是同學 對 不要問同學 然後1900年有三位學者 重複了他的實驗 我不知道那三位是誰 那才發現孟德爾所找到的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孟德爾會成功是他 因為他在選擇種類實驗的方法 那我們來解釋一下他選擇種類的方法 關卡的種類是丸豆 孟德爾學用的丸豆理由是 毫骨製花粉 容易在重症狀期短 然後實在數量多 紅維新狀對理由很明顯 還有問題嗎 沒有 好 那新狀懂嗎 新狀 對嘛 我們都知道 新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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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沒在看課本 新狀 課本上面有 把這個新狀來狀 我沒有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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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無性狀 無性狀 就是各級表現出好的特性 比如說 碗豆種子的顏色或花色